這邊是V台灣 然後這次HackSong 其實我們主要討論一個主題是因為 我們覺得現在V台灣 其實很多不管是我們潛在的使用者 或是我們現在的使用者 我們覺得一個是 大家對他有很多不了解的地方 所以我們就在思考 我們在每個禮拜三晚上的聚會就在思考說 那我們要如何把這個平台推放給朋友的人 或者是對這個有興趣 可對他不了解的人 能夠說我透過什麼方式 能夠很快的迅速了解說 V台灣他在做什麼 然後他能夠達到什麼樣的目的 所以呢就像今天早上我們講的 我們想說那我們就做個checkbar吧 因為反正checkbar的聲音很紅 然後所以 因為我們現在有一個粉絲專業是V台灣 對不起 解析度有點大有點巨大 所以總的就是我們做了 我們今天下我們整理的一些相關 我們想要 覺得大家會有問題的人 因為其實今天的時候 我們有一些新的朋友加入 然後其實就是 也就是一般的人 所以他們對V台灣的問題 應該也會是其他 使用者對V台灣可能會出現的問題 然後 針對這些問題 我們首先先列了一些相關的內容 然後跟 應該會幫助到這些使用者的答案 然後我們很迅速的呢 做了一個 一個checkbar 所以大家其實現在可以加入V台灣的 粉絲團 然後大家現在敲他 應該就會馬上收到回復了 對大家可以馬上試試看 像可以看一下我們 呃 首先 你直接demo一下 首先 比如說我叫嗨 然後因為他 對他 還是 對他 對他 不好意思 他怎麼好像有點緩慢 就 比如說他會出現 他一開始進去他會有一個歡迎的訊息 然後他會 尋問給你一些選項 然後問你 讓你 你覺得 讓我們是思考說 使用者會有哪幾種類 首先我們一種是輕度的使用者 就是他完全不知道 他會可能會說 V台灣是什麼 然後他只是剛好走過路過剛好進來 第二個呢 是他可能對V台灣有一些了解 然後他說 欸我想要提案 然後接下來有另外一種的使用者是說 他是重度的使用者 他可能已經知道 然後他對於上面提案也有所了解 所以他想要加入V台灣 我們主要是分成這三種用戶類型 輕度重度跟重度 然後針對不同的 我們會有不同的回應 比如說你如果問V台灣是什麼 然後我們會提供一些相關 我們今天列出來的資訊 然後跟答案 比如說他對政府門有影響嗎 然後這個平台是給誰使用的 等等相關的問題跟內容 然後 像比如說如果他想要提案的話呢 也會提供他 比如說 要如何在V台灣的社會提案 然後需要什麼樣的資料 就等於一步一步的引導他說 認識這個 認識這個平台 然後讓他能夠 最終能夠在我們的平台上 做一些實際上的參與 對 不過必須跟大家說 因為今天 時間有限 所以還非常非常揚聲的 對 所以他能夠回答的問題有限 然後能夠 目前提供的資訊也還有限 我們會之後 持續的把這個 做更完善的調整 然後讓 一般 可能比較對V台灣沒有了解的用戶 能夠透過這chapbar 然後有更多的了解 然後使自己參與我們的平台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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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萬年